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款 马来西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美食 咸鱼腊肠瓦堡鸡饭 今天的这锅饭我用了两个鸡犬腿 差不多是570克 我直接在买的时候 就让鸡肉档的老板帮我切成了合适的大小 所以拿回家以后 我只需要把它们清洗干净并且瀝干水分 20克去了皮的生姜 把它们切成薄片 姜片加入到鸡块中 然后加入屏幕上方所打出的其他的调味料 混合抓匀以后腌制两个小时 我今天煮的是4-5人份 两杯的大米大概是300克的样子 先把它们清洗干净 然后在清水中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这是一块梅香咸鱼 我们取其中的40克 然后把它们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根广式腊肠 冲洗干净以后 把它们斜切成片 我直接用砂锅 加热差不多一大勺的食用油 然后加入切成小块的梅香咸鱼 把它们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的咸鱼 我们先把它们盛出 但是锅中的油不要倒掉 直接在里面加入已经浸泡过 并且瀝干水分的大米 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关上锅盖 先大火 把水煮至沸腾以后 就打开锅盖 用小火把米饭表面的水分收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要转最小最小的火 先把炒香了的咸鱼 随意地撒在米饭上面 放上腌制好的鸡块 我会把姜片也一起加入 腌制鸡肉剩余的酱汁 也一同把它们倒入 再放入腊肠片 关上锅盖 先用中大火 焖煮一分钟的样子 然后用最小的火 焖煮25分钟 25分钟以后 我们先打开锅盖 沿着锅边 淋入大概两大勺的食用油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可以让底部产生锅巴 然后再次关上锅盖 继续用小火焖煮5分钟 香味就从这里 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我之前还分享过一道 辣味煲仔饭 也是非常好吃 有兴趣的网友 可以从我往期的视频中 查找到 时间到 关火 撒上葱花和红椒丝 就可以上桌啦 自己在家做 满满的鸡肉 满满的腊肠 干净 卫生 有吃得过瘾 不论是米饭 还是鸡肉 都非常的入味 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 就是锅巴的声音 恰到好处的焦香 虽说锅巴吃多了会上火 但是偶尔吃一次也无妨啦 现在我来带大家尝一下这个锅巴 真的非常香脆哦 因为用的鸡腿肉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鲜嫩多汁 而且每一口都吃得到香香的咸鱼味 这么一锅美味的瓦宝鸡饭 不添饭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